- 搖滾妈妈唱 - 等你卫生Rocker - 搖滾妈妈唱 - 我们今天要来欢迎 周邦老师 - 被我自己的老师欢迎 - 实在不好意思 - 大家好欢迎 - 可以来到搖滾妈妈唱的节目 - 所以呢 - 我第一个问题要来问周邦老师啦 - 有没有大家看到桌上 - 琳琅满目的东西 - 你每一次节目都是这样子吗 - 这个今天有点大手笔 - 我们需要有点赞助厂商 - 在这个地方就感谢福里安花神 - 谢谢 谢谢 - OK 那那个 - 我要来先请问一下周邦老师啦 - 你看到是桌上琳琅满目所有的东西 - 请问你觉得吃什么 - 就完全符合吗 - 我想一下 - 今天桌上东西真的蛮多的 -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 很邪恶的巧克力蛋糕 - 很邪恶的巧克力 - 你以为只有巧克力蛋糕很邪恶吗 - 最邪恶 - 最邪恶是不是 - 来 - 那你就先吃了 - 现在要吃吗 - 你吃下去 - 然后呢 - 来 - 请你唱一首歌 - 那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来宾 - 吃这个是很好啦 - 那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吃吗 - 就要一起吃嘛 - 看一下它好不好吃嘛 - 我也没吃过啊 - 没有业配吧 - 太硬了 - 太硬了 - 欸 - 我们突然有刀了 - 好 现在来吃的要怎么切比较漂亮 - 哎呀 怎么切比较漂亮 - 你就随意切啊 - 随意切 - 随意切 - 这个蛋糕看起来 - 那我也要吃得到啊 - 好 这个蛋糕 - 感觉实在是挺厉害的 - 真的 - 欸 这很大口耶 - 这很夸张 - 没关系啊 - 摇滚妈妈没再怕 - 真的喔 - 摇滚妈妈给它 - 喝下去 - 都喝下去 - 还没有喝下去 - 现在我们先吃下去 - 欸 我怎么先吃第一口 - 来 你先吃 - 你先吃 - 它真的是一个很好吃的巧克力蛋糕 - 嗯 - 然后它里面很扎实 - 嗯 - 上面撒满了金箔 - 对 芝毅老师已经吃到 - 笑到何不拢嘴了啊 - 欸 吃完了 欸 唱 - 哇 - 你知道这个效果吗 - 真的不能吃巧克力耶 - 吃巧克力整个都锁后了 - 好啦 为什么你特别要提巧克力蛋糕 - 为什么要把它端出来 - 因为我觉得巧克力是滚死的啊 - 为什么 - 因为我觉得巧克力里面的那个可可粉啊 - 那个整个吃下去以后 - 加上它那么甜 我的妈呀 - 我现在整个 - 当然满口的 - 哦 这个巧克力味真的是太浓郁了 - OK - 然后吃下去 - 我现在觉得我整个喉咙里面都是黏的 - 超级卡胎 - 今天芝毅老师其实摆放在这边所有的东西 - 嗯 - 其实都是不适合唱歌的那种吃 - 哈哈哈哈 - 欸 欸 你怎么说这个不适合唱歌呢 - 我现在马上吃一颗 - 哦 对 有一些 - 有没有 - 这个是保健的食品 - 哦 这样子是吧 - 对 - 哦 那这样的话如果我现在吃完 - 但食物类的目前这一桌上面的都是 - 就是你吃完之后唱歌会比较难发出声音的 - 或者是会让你记得 - 真的很惨吗 - 还 - 我先讲一下巧克力蛋糕好了 - 因为这个巧克力蛋糕刚才我吃完之后 - 你会发现它巧克力很浓稠嘛 - 嗯 - 所以它几乎会卡在你的食道 - 嗯 - 然后或者是就觉得整个喉咙的地方都是好像黏黏稠稠的 - 很好吃 - 然后其实甜这个东西呢 - 还在继续甜 - 甜这个东西呢糖分会让我们的糖 - 痰喔 - 会在我们的那个整个生蛋那边开始堆积堆积 - 所以其实你吃了你就开始觉得 - 诶 怎么喉咙感觉会有点卡卡的啊 - 然后就是好像会有痰一直跑出来 - 所以其实太甜的东西对唱歌前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 再加上巧克力其实现在里面加了很多是有 - 比如说咖啡豆的成分嘛对不对 - 所以它有的时候里面也会有一些咖啡因 - 那你要知道我们主日 - 嗯哼 - 就是早上很早开始要怎么样要彩排 - 诶 我跟你讲我早上没有喝一杯咖啡 - 我绝对醒不过来 - 那我跟你说 - 那我知道的话我早上就不用带劲拜了吗 - 那这样怎么办 - 喝咖啡来给我唱 - 你是我盼望 - 你是我 - 你是我 - 入城席的光 - 要高一点 - 咖啡里面有咖啡因 - 咖啡因是一个让你身体脱水利尿的东西 - 哦讲得很好 - 第一个你的身带就很容易变得比较干 - 然后呢你会一直想要上厕所 - 其实就是一直把你身体的水分 - 包含你身带的水分 - 都会一直排除到你的身体之外 - 所以其实我们唱歌的时候呢 - 你的身体的身带是需要很多的水分的 - 所以喝大量有咖啡因的东西 - 或者是茶 - 为什么说绿茶也不好 - 因为绿茶里面很多也有咖啡因 - 有茶碱 - 对 - 所以其实咖啡跟茶都不是一个很好在唱歌前喝的东西 - 那最好还是喝什么呢 - 水 - 水 - 其实水是最好的直接补充的东西 - 因为今天我们要示范的都是 - 就是我比较牺牲了 - 我都不能唱出比较好的声音 - 可是枇杷糕呢 - 它其实是对声音是一个好的东西 - 但是很多人用错方式 - 我也不敢打包票 - 因为这不是我发明 - 但是它直接吃起来 - 如果你平常有吃枇杷糕的习惯的话 - 你会发现它真的也很浓稠 - 而且枇杷糕里面有比较多的糖分 - 然后糖分我们刚才说过 - 它也是会让你生 - 你的声音会比较有弹的 - 因为它现在要干嘛 - 止咳化弹 - 所以你吃了枇杷糕之后 - 通常你的弹就会开始要跑出来 - 所以你千万不要再唱歌前吃了 - 对 唱歌前半小时一小时 - 尽量不要碰这样的食品 - 因为它不是让你马上对声音有好处的 - 那所有的牧师们好不好都听好了 - 这一集也是给牧师们啦 - 拜托不要再讲到之前给我来吃枇杷糕 - 枇杷糕 - 但是我跟你说他们会吃这个 - 这个我平常就比较少吃了 - 这个我平常就比较少吃了 - 继续吃 - 这个你平常比较少吃了 - 那咸仔一定要吃啊 - 我觉得今天自己有点折磨我 - 它我真的比较少吃过 - 但是喉糖的成分 - 其实它就是把刚才我们说的 - 类似像枇杷糕成分的东西 - 固态化变成是一个定 - 所以它们的功效其实是一样的 - 所以会导致的后果也都是一样的 - 哎呦 - 所以还是不建议是在唱歌前吃 - 真的齁 讲道前也不要齁 - 我觉得是你平常在保养你的声音的时候 - 然后来吃这些东西会比较好 - 哦 OK - 所以其实唱歌或讲道前都不宜吃啦 - 我们现在一定要来讲这个东西乳制品 - 行不行 - 好不好 珍奶一杯 - 来 - 诶 这个 - 拜托 - 敬拜团 - 好不好 - 在服饰的当中 - 没有一杯手摇引 - 怎么会醒得过来 - 好 再来 - アイスクリーム - 诶 这个提拉米是可味的 - 好 - 没错 - 好不好 - 我觉得今天之一老师比较失控的我 - 好好好好 要算了算了 - 我来帮大家总结一下 - 刚刚冰淇淋的话呢 就是因为第一个它是甜的 所以刚刚已经讲过了 然后吃冰的时候呢 你的声带会容易竖起来 因为声带是肌肉 肌肉碰到冰的东西呢 它就会缩起来 所以这个也不适合唱歌 然后呢 珍珠奶茶的话 第一个已经是讲好什么 它是茶 所以它里面也有茶的成分 然后它也是甜的 所以不适合 然后里面呢有牛奶的成分 牛奶跟优格这些乳制品 为什么不要吃比较好呢 在唱歌前 因为很多人 我们平常有一些同学 他的胃啊 会有胃食道逆流 所以如果你吃一些乳制品 牛奶制品的话 会容易让你的胃酸过多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它往上 去让你的喉咙啊 有些不舒服的状况的话 它也会影响到你的唱歌 真的 所以就要来 极尾服飾 定 OK好 我跟你讲 KTV 怎么可以没有它呢 我没有水没有水没有水 你 来来来 又要我 又要我 我觉得我今天好像白老鼠喔 我给你讲 真的 就给它喝下去啦 喝下去啦 喝下去 喝下去 喝下去啦 我给你讲 这个真的 喝下去 再唱 你是我 给我唱 这一次你一定要给它唱出来 好 来唱 你是我 Key不对 高一点 你是我 为什么要这么火 唱不上去了吧 再唱 我跟你讲 不是那个Key喔 刚刚那个 你是我盼望 如晨曦的光 你看果然 秘乳 会不会开嗓 会开嗓 是不是这样子 真的吗 秘乳会开嗓吗 秘乳会开心 不会开嗓 不是 我跟你讲 秘乳会开 会让你有胆子啦 对 有一些人他们习惯就是会想要唱歌前喝一些啤酒啊 或者喝一些酒 上台 就刚唱爽蛋 刚唱爽蛋 喝酒其实不会解渴 所以酒会让你喝了 还会想要再喝更多 然后 它真的是让你开心 然后会让你有胆量而已 但是它也不是一个 对声音是好的一个音频 真的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这最后一个我跟你讲 东西没有拿出来啦 什么 那个 来 听说吃麻辣锅会开嗓 辣 我没有准备麻辣锅吗 辣辣 我们就要谢谢 那个 酥 这个 这个是 本家品牌 好不好 酥式辣油 还要配辣渣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搅拌 我现在就要来吃一口辣油 给你们看看 好 卫生子弟好 来 嗯 嗯哼 拿好 唱什么 来 Age of Jesus 要经历大人的教会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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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我以前的老师 在美国的歌唱老师 当我很多弹的时候 他会用一点点的辣油 拌热水 让我喝下去 因为我以前抽烟抽太多了 所以呢 这个喉咙呢 基本上就会生很多痰 因为痰是保护喉咙的嘛 然后呢 我一吃辣 就会帮助我把这些痰排掉 哦 所以我一吃 我刚刚吃辣油加辣椒 但是如果我只要吃一点辣油 加一点热水 然后慢慢的喝下去 其实是会帮你排痰的 哦 这是个秘诀 嗯 今天大家有学到很多的撇步吗 OK 所以 谢谢周邦老师 谢谢知一老师 摇滚妈妈唱 陪你一起卫生rock 耶